我们来关注的就是电动车 那么这个话题几乎每天都会focus到 今天要看的是美国爆炸性成长的电动车销售 11号是2023北美年度风云车大奖 刚揭晓是电动车获奖最多的一年 北美年度卡车奖由福特最热销的F150闪电纯电板夺下 统计2022年在美国卖出的新车当中6%都是电动车 而豪华车品牌劳斯莱斯宣布要在今年推出首款电动车 美国现在面临缺电的危机 让了越来越多企业投入了虚拟发电厂的领域 透过科技辅助加上智慧的恒温器 在供电吃紧或者电价高的时候 可以降低不必要的能源消耗 2023北美年度风云车大奖揭晓 几乎被电动车共振 北美年度卡车奖项由福特最热销的F150闪电纯电版夺下 已经成为明星产品福特的电动皮卡 自去年正式交付第一辆车后 已创下1.6万台佳机 而供不应求让福特宣布要在今年秋季之前 将年产量提高到15万台 进而把今年的交涉数字推上8万到9万5千台之间 北美年度最优SUV则由南韩品牌夺得 被定位为中型电动SUV的EV6 在这之前已摘下2022欧洲年度风云奖 美国2023最保值车款奖 如今再多一奖 在北美影响力不容忽视 年度北美汽车大奖 则落到众望所归的本田小型跑车 Akura Integra手中 1.5升汽油涡轮引擎 配备最大200匹马力 被誉为豪华版的本田魂 而品牌本身也蝉联第二年冠军 本届是电动车获奖最多的一年 未来超越了几率大增 根据统计2022年在美国卖出的新车当中 6%都是电池驱动的电动车 就连BMW 2022年的全球销量下滑5% 但在美国却相对稳定 当中电动车甚至卖出超过两倍 豪华车品牌劳斯莱斯 也宣布要在今年推出首款电动车款 再加上购车补贴助攻 美国的电动车销量爆炸性成长 却刚好碰上缺电危机扩大 让越来越多车厂和企业 都想投入这个叫做虚拟发电厂 VPP的领域 只要顾客同意 电力就取自大众的生活中 包括透过辅助科技 让电动车充完电 可以自动切换到非充电模式 电热暖气等装饰 也能借由智慧和温气来操控 好在供电吃紧或电价较高的时候 能降低不必要的能源消耗 以维持电网供需平衡 力推能源系统转型的非允力组织 RMI 就展开一个名为VP3的全新计划 参与其中的汽车大厂通用和福特 科技龙头谷歌等 都透露想为这虚拟发电厂的运用 共同制定套标准 而这种以虚拟发电厂来增强电网 可靠度的方式 目前在德国和澳洲都有实力 RMI估计到了2030年 虚拟发电厂将能帮美国的用电高峰 削减600亿瓦的电力 等同5000万户家庭的平均消耗 特别新闻众的报道